欢迎回到北凡大探索 烤鸭三吃常听过 但是烤鸭六吃就很少见了吧 这间位在基隆安乐区的 无菜单餐厅 招牌就是一鸭六吃 有鸭皮沾糖 鸭肉沾酱 烤鸭炸饼 三杯鸭 咸酥鸭 还有鸭汤 总共六种吃法超级吸睛 尤其是咸酥鸭 炸得又香又酥 鸭皮吃来也不会太油腻 鸭肉是细致不干柴 超级帅脆 另外还有鸭皮沾糖也很少见 能吃到皮的香甜脆口之外 糖跟油融合在一起 独特的风味口感让人回味 基隆大五轮白沙滩 海景风光一览无依 一旁的烤鸭店 就算没有闲眼招牌 人吸引不少客人文向报道 好 我们去给你片鸭了 我觉得这个CP值超高的 对 六种鸭 因为它有很多像那个糖的那种 我真的从来也没有这样子吃过 对 一般都是 就是可能是包润饼皮的 然后跟鸭汤跟那个炒的 这样的而已 看美景 常美食 当然少不了这满满一桌烤鸭六吃 有甜香脆口的白糖鸭皮 咸香诱人的烤鸭夹饼 酥酥香香的咸酥鸭 还有香辣又下饭的三杯鸭肉 稀煮下来一共六种吃法 让客人大饱口服 趁热吃啊 皮沾着糖就好了 对 为什么沾糖 因为这个是古人的智慧 当你沾糖了以后 它会糖跟油它会融合在一起 你会吃到那个很特殊的味道 这烤鸭滋味也改变了陈平洋的人生 他在15年前自从吃了正宗的北京烤鸭后 就深深被他的独特口感所吸引 到了北京去吃 奇怪他们的鸭为什么没有味道 只有真正的鸭香味 觉得他们的鸭肉很嫩 我就会觉得说 他们的鸭会有 在台湾一定会有一个胜出的地方 陈平良决定把道地的北京烤鸭带回台湾 他向当地师傅拜师学艺三年 这才晓得烤鸭后吃的诀窍 首先选材就得挑剔 他说三个月大五斤重的宜兰樱桃鸭 肉质才会洗冷鲜美 它里面内部的血压 什么叫做清干净 清干净以后 它的鸭才有一个甜味在里面 才不会造成鸭肉的有点烧味 清洗好的鸭肉 接着打气烫皮 让它皮肉分离 特别的是不加任何调味 我们的鸭是不放重要的 我们叫白鸭 正宗的北京烤鸭是叫白鸭 它不加任何东西 为了让烤鸭烤出来的色泽诱人 得淋麦芽水上色 陈平良说要由下往上淋 能让烤出来的鸭肉颜色更均匀 再用风扇把鸭肉吹干 我们这个吹干的时间 大概在四到五个小时 让它完全吹干为止 然后才能入库 零下18度以下 要冰冻24小时 以后这只鸭才可以用 肥美的樱桃鸭 接着吊挂进壁炉 让鸭肉被浓烈柴火 闻出诱人色泽和香气 我们这只鸭 为什么不烤胸 烤胸的话容易黑掉 而且又容易皱掉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烤背 那胸它就会挺出来 就会非常的漂亮 整只樱桃鸭从清洗 处理到火烤出炉 从头到尾至少六个小时起跳 不但耗时背力 更要耐得住高温 夏天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 它会达到 会达到六五十度的高温 所以烤鸭失误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它要一直在这一边 一直站炉 要控制的火猴 控制的火猴 它才有办法烤出最漂亮的鸭来 刚出乳 热腾腾的金黄鸭肉 一片一片被师傅利落片下 扇着油亮光泽的肉汁 不停扭意而下 十分诱人 光就看它片那个鸭皮 我就觉得还没吃 就觉得超美味的 然后吃了以后 真的是入口即化 非常的美味 所以非常好吃 在师傅利落刀工下 鸭肉化作客人餐中上的美味 变化成皮沾糖 肉沾酱和烤鸭甲饼三种吃法 那原味不用沾任何酱料 我都觉得真的是太美味了 那包了那个润饼皮 当然它有不同的那种口感的味道 也很OK 皮沾糖的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 吃起来就有点像 因为甜甜的 有点像吃饼干 骗完了鸭还没结束 鸭身接着被送进了厨房 另外做成三吃 鸭身上面的部分我们就会拿来做 做盐酥鸭 那鸭皮跟鸭骨头的部分 我们就会做成那个 做成那个酱爆的 然后我们会有几块肉 我们会做 会做成那个鸭汤 做三杯鸭得先爆炒一锅 老姜 辣椒 酱油 让鸭骨吸饱酱汁 成就这咸香诱人的美味 鸭肉吃来肉嫩有嚼劲 香辣又不会过咸 超级下饭 三杯鸭架也是很好 很香 又甜又咸这样子 然后它其实拌饭也蛮好吃的 沾那个东西蛮好吃的 那个酱很棒 很受客人欢迎的 还有这炸的又香又酥的 咸酥鸭 外皮干爽不有腻 还能尝到鸭肉细嫩肉质 相当帅脆 因为一般咸酥的话 会怕它会肉味裁掉 但是它吃起来倒还不会 都会保留那个鸭肉 那个软嫩度 我觉得还不错 还蛮特别 因为我第一次吃到这种 因为咸酥鸭常吃 但没有做咸什么这样 一押多吃独特的风味 让许多客人一再光顾 不过其实陈平良 当初开店不到一年 就踢到大铁板 2009年的时候 有一次押温 那个代奥性押温 代奥性押温起来的时候 我们整个台湾人家 是什么温基本都不吃 所以说我那个产市 大概亏了三百多瓦 一次惨痛经验 陈平良决定让店里的菜色 更加多样化 他把自己的家乡味放进料理中 那我们季光饼的部分 我们一定 马祖人就喜欢用蚵仔蛋 因为以前马祖的蚵仔就叫石棵 石棵的话 它加在蛋里面会比较好吃 散发芝麻香气的季光饼 包进蚵仔煎蛋 一口咬下 先是尝到酥香外皮 接着是肥美的蚵仔 跟蛋香融合在一起 软嫩新甜的口感 味道层次丰富 它的家乡味 还有这道瓦子鱼面 散发淡淡海味的鱼面 面条吃来Q弹有劲 还带点海味的鲜甜 搭配翻炒过后的白菜木耳 更加提鲜 让人吃过难忘 蛮道地的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是鱼肉做成姜的面的一个做法 那它也可以炒 也可以说做成坦面 我们要把最好的东西 呈现给客人 让客人来到这边吃的时候 不吃吃虚 尽管没有醒目招牌 但陈平良靠着招牌烤鸭 和特色料理 紧紧抓住客人的胃 也成功在基隆闯出一片天 欢迎再度回到飞板大探索 来到夹椅 一定必吃这里的国民小吃 火鸡肉饭 这间火鸡肉饭仅仅开业4年多 但是已经拥有不少的忠实顾客了 特别的火鸡片饭 嫩腿肉片铺满满 多到盖住白饭 吃起来软嫩不吃弹性 搭配油葱酥一起吃相当下饭 而另外招牌的火鸡肉饭 做法也很特别 把鸡胸肉碎成丝 喜保浓郁酱香吃来顺口 内行人还会加颗半熟蛋 浓稠的蛋液沾附在米饭上 蛋香满意整嘴 而且超大一碗 只要45元 CP值超高 热腾腾的白米饭 铺上丝丝入扣的火鸡肉丝 一勺自制油葱酥 简单浇淋酱油和鸡油 一碗火鸡肉饭 浮食却浓郁富美 这样的滋味使嘉宜人熟悉 有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 口味很好 不会太咸 不会太重口味 价格还算实惠 然后也蛮好吃的 口味我觉得在嘉宜这边 算是蛮稳定的 比较不会像有些店 可能人多了 它就会开始有点变化 它很便宜 它那个像我现在吃的是 那个大碗的鸡肉饭 然后它才45块而已 来 红色餐单 CP值超高的火鸡肉饭 即便不开在嘉义市区 还是吸引许多客人特地前来 因为老板邱红林 从挑选鸡肉就很讲究